基地内我被众人爱戴 与最强异能者同吃同住 因为我的异能是治疗 且被我治疗过的人 就算胳膊被啃掉 也不会感染 我被他们奉为末日的救世主 但我好像是只丧尸 我在丧尸群里睁眼 看着一个个歪瓜裂枣的丑陋丧尸 嫌弃的皱了皱眉 都好丑 我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还好 光滑细嫩 突然 周围的丧尸 像是受到命令一般 开辟出一条道路 我的目光追随而去 入眼的是一个 皮革沙发上的苍白少年 他缓缓睁开银色的眼眸 视线向处一顺 银色的瞳孔疏离又脆弱 他缓步走向我 在我面前垂手半跪下来 虔诚地捧起我的脚 在脚背上落下一个极轻的吻 姐姐 欢迎回来 脚背的肌肤 因为这个吻痒痒的 我强忍着没有踢开他 因为他长得还不错 他起身 看着我的眼神有些颤动 请先穿上这件衣服吧 他从旁边丧尸手中 接过一个托盘 上面放了一条纯白的裙子 我也不见外 拎起裙子 抬手套在了身上 在我穿好的一瞬间 外面响起了一阵枪声 听声音判断距离极近 少年丧尸皱了皱眉 把我护在身后 周围的小丧尸们 向枪响的方向扑去 挡在我面前的少年 眼睛闪出红光 摆出了战斗的姿势 但还没等他有什么动作 一个东西向我们袭来 还未落地 便炸出浓重的白雾 一只温热的手 抓住了我的手腕 将我扯到了他的怀里 他微微弯腰 拢起我的膝弯 并向少年丧尸射出数个冰刃 动作一气呵成 抱住我 我听话地缓住他的脖子 他抱着我 快速向外跑去 白雾已经消散不少 我扭头透过 层层白沙般的雾 看着少年 你原来这么弱吗 他想要上前攻击的动作顿住 砰 像是被什么无形微压震慑 膝盖重重砸向地面 粘强的单膝跪地 膝盖周围的水泥地 都隐隐有了裂痕 他倔强地抬起头 仰视着我离去的身影 我会就您回来的 请别因我的弱小而感到失望 这句话在我脑海响起 哦 原来我们心有灵犀 那 我刚刚想的 会让他不高兴吗 姓名 我不记得了 为什么独自和那么多丧尸在一起 我眉头紧簇 我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 准确来说 我回答不出所有问题 我指着坐在火堆 另一旁 闭目养神的男人 他为了带我出来受伤了 我先帮他聊伤吧 我转移话题到男人身上 因为我发现 他好像是这群人的老大 所有人都以他为先 以他为主 拿着本子审问我的人面露惊讶 你有治疗细异呢 他的声音实在不小 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连他们老大都睁开眼睛审视着我 眼神中含着警惕 像寒霜一样冰冷 我暗暗复肥 明明白天抱我的身体那么温热 现在看我的眼神 却又那么冰冷 人类真奇怪 治疗细异能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感觉自己身体里有一股力量 看到伤口就本能地想要把他治好 应该和他们口中的治疗细异能 一曲同工吧 于是我点了点头 其他人还是有些迟疑 可能是怕我害他们老大 让他来试试吧 是 回答得干脆利落 一点不见方才的迟疑 真是听话 像小狗一样 我一顿 小狗 是什么 我的脑子里 为什么会蹦出这样奇怪的比喻 我来不及多想 就被领到了他面前 他脱下上衣 背对着我 露出被碎石砸伤的肩膀 一片血肉模糊 我看着这样的场景 没有胆怯 没有共情 反而感觉心脏都在振战 因为极度的兴奋 抬手轻轻贴在上边 手部穿来了血肉的温度 男人闷哼一声 你到底会不会治疗 哪有直接把手戳进伤口的 治疗戏一能不是隔空释放就行吗 队长你没事吧 叽叽喳喳的 但我现在已经无暇听他们的了 我正急速阅读 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半透明字体 江崎安的所有经历 都以文字的形式呈现了出来 江崎安皱着眉 薄汉已经将他的额头打湿 虽然我像渴求知识般阅读得极快 但这好歹是一个人23年的人生 繁琐冗长 哦 我忘了我的手一直戳在他的伤口上了 我抬起手 本就不忍直视的伤口更加凄惨 周围的队员忍不了了 这是治疗 这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队长从来没露出过这种表情 死 看着都疼 你故意的吧 一个女队员说着 就伸手要抓我的手腕 但她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没有得逞 她被眼前的景象 震惊得一点动作都做不出来 只见大片伤口缓慢愈合 鲜血和肌肤像是有生命一样粘合 五分钟后 整个肩膀看不出一点受伤的痕迹 甚至连一些就伤的痕迹 也被消除得干净 就像是 心长出来了一层皮肤 我曹 治疗系有这分支吗 我怎么记得的 治疗系医能者 是使伤口结痂来完成治疗的 他 他这种 太强了 连就伤都看不到了 江崎安转过身子看我 漂亮眼睛里的冰冷 被一点柔和掺杂 像是染上了身体的温度 谢谢 举手之劳 我看向一开始审问我的队员 伤已经治好了 我们继续吧 说完 走出人群 坐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没有在意 江崎安一直注视着我的目光 凭借江崎安的记忆 我对答如流 我叫江暖 自己出现在那里 是因为我队伍里的其他人都死了 就剩我一个了 我是CGD的 至于我为什么穿着这种 不适合作战的长裙 因为我喜欢 我看着正份笔记书记录的队员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没了没了 深夜 刚刚想要抓我手腕的女队员 低声询问他们的队长 队长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江崎安垂下眼瞼 遮挡住眸中狂热的情绪 嗓音依旧清冷疏离 可信 可是 江崎安打断了他的话 以他的能力 我们不亏 是 女队员退出帐篷 狭窄昏暗的空间只剩一人 江崎安轻轻摸着痊愈的肩膀 嘴里反复念着一个名字 江暖 我大晚上也没有闲着 趁大部分人都睡了 躲过守夜的队员 溜出了驻扎地 没走多远 我就逮到了一只只会阿巴阿巴的低级小丧尸 估摸着十七八岁 从脖子到腰身 有一道三十厘米的砍伤 伸得内脏都快露出来了 我有点嫌弃 伸出手指 虚空点了一下 伤口开始慢慢愈合 不止这一道伤 其他的小伤也开始痊愈 嗯 好像变帅了一点 等伤好拳 他跪在了我面前 谢圣女恩赐 我一条眉 哟 会说话了 感觉怎么样 有什么变化吗 全部说出来 从低阶进化到了高阶 嗯 还有呢 他的头低的吉低 想要拥抱您 亲吻您 撕烂您的衣服 这可不行 我就这一条裙子 你帮我办件事 去找我弟弟 跟他说不用急着来救我了 我去人类基地玩两天 玩腻了就自己回来了 是 小丧尸闪身离开 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心虚地摸了摸鼻尖 看来我猜的没错 对我治疗的人 会对我产生依赖 甚至爱慕的情节 甚至只想谈恋爱 满脑子那个颜色的废料 对不起啦 小丧尸 让你当了丧尸界 第一个恋爱呢 等等 我好像今天 还治疗了一个人类 我坐在车上 看着眼前高耸的墙壁 若有所思 在想什么 坐在我身侧的江琪安问道 没什么 江琪安抿了抿唇 没再说话 江琪安不止在小队里地位高 好像在整个基地都地位超然 基地门口的守卫 只是看了一眼车牌 就满脸笑容地凑过来打招呼 江哥回来了 任务完成还顺利吗 哟 今天是你小子在大门巡逻呀 有江哥 在任务能不顺利吗 负责开车的队员和守卫 寒暄了两句 而作为他们话题主角的江琪安 自始至终连眼神都没有给一个 我双腿交叠 手腕支着下巴 微微侧身 饶有兴趣地盯着江琪安的脸 他强装镇定 眼睛直直地看向前方 好像没有察觉到我的视线 但我敢肯定他知道我在看他 他紧张的喉结都在上下滚动 我越发觉得有趣 彻底起了动弄他的心思 江琪安 你没感觉到我在看你吗 他这才转过头 脸上还是那幅书里冷漠的表情 怎么了 他将唇敏得更紧 重新将头转了回去 明明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动作幅度也不大 但我觉得他好像是生气了 哈哈哈哈 真好玩 我读取过他的记忆 冷酷不苟言笑地江队长 之所以花那么少 只是单纯因为 他不知道接什么话而已 词汇量评济到我都有些心疼他 哈哈 尤其是对方已没什么结尾的时候 让他自己找一个话题 比要了他的命还难 江车停到车库后 副队长就安排其他人回去休息了 不一会儿 就只剩下我和江琪安两个人了 我带你去登记 嗨嗨 好 我眼尘清壳 不能把人逗几眼了 我自然地拉住他的手 他的温度顺着胶窝的指尖 一点一点向我传送过来 我舒服地放松下来 人类较高的温度 让我满足地弯了弯眉眼 我无视他明显有些正愣的表情 轻轻拉了一下他的手 走吧 从车库到身份登记处的路 还挺远的 跨越了小半个基地 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多人 他们看着我们 握在一起的手无一例外 面露震惊 然后互相交换眼神 憋得脸通红 我抬眸看了看江琪安的耳朵 嗯 没有这个红 江对 您怎么来了 负责登记信息的人 恭敬且严肃地说道 如果他的眼睛没有不经意间 往我们手上瞟的话 他是昨天在外面碰到的 CGD的异能者 他希望以后能留在这里 记录一下 接下来就是我与记录员 对于基础信息的一问一答 江对 根据基地规定他 需要经过观察期 才能进入基地 这段时间 他可以住在基地周围搭建的帐篷里 等过了观察期 还要做检查 确保他没有感染病毒 江琪安眉头皱了皱 显然他事先并不知道这些规定 我是他带回来 并亲自处理后续的第一个人 那我和江队长住在一起呢 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异能者 监管我是不是更安全 我猜江琪安他肯定乐开花了 拜托 我可是他的欲望来源 他现在肯定喜欢我喜欢的药峰 他表情看不出什么 垂眸良久 在开口时嗓音有些微哑 这样可以吗 记录员这次是彻底呆住了 结巴着开口 可 可以 回去的路上我突然有些好奇 按理说我都主动送上门了 他应该会毫不犹豫 一口答应 生怕我反悔才对 犹犹豫豫的是什么意思吗 好吧 我承认 我对属于我的东西 是有一点控制欲的 被我治疗过的 就是我的了 于是我借着我们相处的肌肤 再次读取了他的记忆 看完后我表情复杂 没想到江队长看着干干净净的 一个正直小伙子 脑子可是一点也不干净 他竟然在那么短的时间 在脑子里模拟了那么多 我住进他家后的场景 看得我直接小脸一黄 我安安庆幸 还好我看到的是文字 不是画面什么的 看我表情不对 他下意识地问道 怎么了 话音还未落 他顿住了 把头扭了回去 看来要把这句口头禅改了 他心中暗响 但我还没从刚刚的冲击中缓过来 痛失一次挑逗他的机会 江崎安的家其实不大 基地人口多面积小 因此就算地位很高的异能者 也不会住太大的房子 江崎安的家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居室 只是装修简洁 显得房子倒也不小 只有一间卧室 你睡卧室 我在客厅打地铺 哦 本来是打算随便找个借口 晚上抱着他睡的 但现在我有点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 夜晚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洗完热水澡后 携带的热气早就消耗殆尽 一个人的被窝 冰冷的夜 啊 可恶 清晨我刚睁开眼睛 江崎安就像是受到感应般敲响了门 进来吧 我已经起床了 我坐起身 一边打哈欠 一边捣耻不听话 笑起的头发 身上穿的是江崎安略长的衬衫 这是刚让白秋送来的衣服 都是新的 我还要训练 这是我的饭卡 我一会先送你去食堂 他说话时眼神闪躲 不敢看我 抬手递给我一个不小的纸袋 嗯 好的 我挪到床沿 两条白皙匀称的小腿 垂在床边 帮我穿个袜子吧 我懒得弯腰 江崎安站在原地 既没有离开 也没有过来 我挑了挑眉 看向他 怎么 不愿意 我听到了他有些加重的呼吸声 呼吸的间隔拉远 他从纸袋中拿出一双棉质白袜 但跪在我面前 他的头微垂 略长的额发 遮住他幽深的眼眸 我满意地勾唇一笑 将脚放到了他的掌心 撕 突然接触的过高温度 使我下意识地躲避 他却一把扯住我的脚腕 细致且缓慢地将袜子穿好 我脸颊有些泛红 明明这个要求是自己先提出来的 不过还好 试探出他 对我所提要求的底线很低 今晚我提出一起睡的成功率 高达100% 你出去 我要换衣服了 不用等我 你去训练吧 我自己去吃饭 将棋安用气音轻轻嗡了一声 等我收拾好出去 却发现他还在 我们一时相顾无言 他一直走在我身侧不远处 引着我往食堂走 到达食堂门口 他突然抬手放在我的头上 乖一点 我皱眉 一低头 躲过他的触碰 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 将棋安一直注视着我离开的背影 蜷缩着手指 阿姨 要这个 这个 还有那个 不是 阿姨 你手别抖啊 我生无可恋地找了个位置坐下 一边听周围人大声地悄悄话 一边往嘴里塞菜 他就是昨天江队领回来 还住进江队家的人 是他是他 昨天我小舅的儿子的朋友 拍到照片了 嘿 真好看 末世之后 就很少见到这种细皮嫩肉的小美人了 说这话的中年大叔 立马遭受到了周围女同志的友好问候 来到基地后 其实觉得有些失望 将棋安记忆中关于末世前的繁华 使我为之神网 但三年的末世危机 早已磨的人枯燥乏味 现在的人类 好像还没有他们的记忆 鲜活有趣 既然如此 那我就多治疗些人好了 亏探他们珍藏在大脑深处的宝贵记忆 我用纸巾擦了擦嘴后离开了食堂 我的异能是治疗系 很厉害 让我来你们这里工作吧 我询问带路的小护士 现在要去哪里 现在我带你去测试一下异能 很简单的 只要能成功治疗一只受伤的小兔子就行 我被领到一个房间 里面坐着三四个医生 展示一下你的异能吧 我扫尸了一眼空旷的房间 没有兔子 我暗暗失望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小兔子呢 江崎安小时候养过一只 白白的 软软的 只不过后来被他妈妈掐死了 似是看出我的疑惑 坐在主位年龄稍大的医生 缓缓开口 用这把匕首划伤自己在治疗 我接住抛来的匕首 眼睛危险的咪了咪 划伤自己 我冷笑一声 快速向前 在空中留下一道残影 握着匕首的手高高举起 却在刺下去的一瞬间 掉转了方向 划伤了旁边年轻医生的手臂 唉 尊老爱幼 我可真是个好丧失 年轻医生 啊 我随手将沾满血的匕首 往旁边一扔 伸手将手指放进绽开的伤口 鲜血果然是人类最炽热的东西 温热的 细流从指尖涌出 心脏处熟悉的苏玛感传来 年轻医生 因为疼痛叫得更大声 好吵 之前江崎安医生没坑 我撤出沾满血的手 将他的伤口愈合 胳膊上不见一点痕迹 三人脸上是如出一辙的震惊 和不可置信 年老的医生 甚至兴奋地拍桌而立 现在我可以入职了吧 当然可以 请原谅我们刚才的无礼 老医生欣慰地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真是后生可畏 我听护士说 考察内容是给兔子疗伤 为什么到我这儿 却不是这样 针对我 老医生没想到我问得如此直接 尴尬地闪避眼神 刚想打哈哈糊弄过去 就听到身边传来清脆的响声 今天没有准备受伤的兔子 我们就想着正好打压你的气焰 CGD最近抢过我们好多次资源 呜呜 方才被我治疗的年轻医生 一边用力甩自己巴掌 一边痛哭流涕的实话实说 我真该死啊 老医生 平时怎么不见你这么诚实 原来如此 我思索片刻 倒也不用去死 送我只兔子将功补过吧 出医院时 我小心地双手捧着小小的白色团子 发出了深深地 心满意足的叹息 好小 好软 好白 他窝在我的掌心 我甚至能感受到他 微弱震动的心跳 回家的路上 我忍不住心声雀跃 好喜欢 然后 我一下午的时间 都花在了这个小东西身上 将其安晚上训练回来 因为频繁地使用冰系异能 连眼眉上都凝上寒霜 他转动钥匙打开房门 醒刻间顺着缝隙洒落的暖色灯光 使他的神情舒缓 他轻轻地推开门 映入眼帘的画面 像一股暖流般涌入他的心底 精致好看的少女裹着毛毯在沙发上沉睡 乌黑的发丝自然垂落 显得皮肤更加白皙 少女身前调皮的小兔子 正睁着红红的眼睛 用粉色的小舌头 一下一下舔势着他的下巴 将其安轻笑一声 冰霜消融 漂亮的眼眸笼罩着薄薄的水雾 折射出破碎迷离的光 他轻声靠近 把小兔子拎到一边 小兔子不满地蹬了蹬腿 将其安没有理会 弯腰将我抱起 无论他动作怎样轻 还是把我吵醒了 但我没有睁眼 还不动声色地往他怀里靠了靠 更舒服了 他把我抱进卧室 放到床上 便准备起身离开 我一抬手勾住他的脖子 将他下拉 我们的距离变得极近 他灼热的呼吸 喷洒在了我的脸颊 我实在是困了 不打算找别的借口 直接了当地开口 陪我睡 你如果不愿意 我就去找别人 我自始至终 眼睛都没有睁开 也就没有看到 他眼眸里的慌弯克制 静了一会儿 耳边传来的 稀稀苏苏的洗漱声 水声停 我也被拥入了一个 薄荷味的冷冽怀抱 我扭动一下 找到了最舒服的姿势 抱着我的人身体僵离顺 用气音在我耳边 小声说了一句 别动 我在人类基地 混得越来越风生水起 这一个月来 几乎全基地 出任务受过伤的人 都被我治疗过 我读取了他们 绚烂多彩 各副特色的记忆 闲暇之余 我就逗逗兔子 逗逗江其安 或者是去书店看书 基地名为幸存者的论坛 从我刚来时的 他不就仗着自己长得好看吗 竟然敢勾引我男神 将对不出两天 肯定就会厌恶他 把他扔出去 CGD没一个是好东西 竟然对我们使用美人剂 他怎么配合我男神住在一起 变成了 女神今天休息 去医院蹲点的 就别去了 哭哭 江其安怎么老年着我老婆 离远点 大庭广众之下 又拉手又抱抱针不要脸 老婆看看我 我的手又划伤了 色 楼上的变态爬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是你自己划伤的 但我也有过得 不顺心的地方 比如食堂大妈的手劳抖 我支着下巴 直勾勾地看着 正在切菜的大妈 大妈一抖 你扭过去 看得我浑身发凉 我伸了个懒腰 赵大妈 你快切到手 我帮你治疗啊 我算盘打得啪啪响 等他受伤 我给他治疗 他就会爱上我 然后给我盛饭 再也不受抖 脑海中的迷你小人 做出一个胜利手势 赵大妈笑骂道 你个臭丫头 搁着诅咒我呢 去去去 别看我切菜了 趁今天休息 找你男朋友玩去 计划再次失败 我泄气般地趴在桌子上 声音闷闷的 而我快死了 多吃肉才能好 尾音拉得老长 赵大妈忍不住爆笑出声 故意气我 滚滚滚 你就算真死了 我也不给你吃肉 看希望渺茫 我只好暂时撤退 转移目标 我去了街角的书店 很小很小 但里面的每本书 都摆放得锦然有序 我很喜欢看书 也很喜欢店长 他很聪明 店长是一个温润的男人 戴着一副金丝矿眼镜 对谁都是笑着的 许慎 正在整理书架的男人 笑着转身看我 今天想借什么书 你这里的书我都看完了 漠视之下物资难寻 每次出任务都会有伤亡 因此物资范围 着重在食物和必需用品身上 这一屋子书 还是许慎花心思 托人带回来的 是啊 我这里都没书看了 你还来找我 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受伤 我一脸认真 许慎过目不忘 末世前撑得上博览群书 他的记忆我想要很久了 可惜许慎不用外出做任务 几乎没有受伤的机会 许慎无奈地笑了笑 我没那么脆弱的 我泄气 剩下的时间一直窝在书店 看自己很喜欢看过很多便利一本书 许慎坐在桌前抄录笔记 忽然抬头撞丝无意地看了我一眼 缓缓开口 你和江崎安之前认识吗 一月前刚认识我看的投入 随口回道 他微微一顿 轻笑一声 低下头继续抄录 笔尖落在纸张上 响起细微的摩擦声 那你们关系还真是发展很快 我眉头微皱 不知道他这话什么意思 你们不是在交往吗 没有 他一愣 那你们经常拉手和拥抱 许慎无言默认 我只是觉得他身体很温暖 从得到我否认与江崎安交往之后 许慎整个人的状态 就有很明显的变化 他好像放松了很多 因为我不喜欢江崎安 所以松了一口气 我感到诧异 我还没治疗过他 他怎么就喜欢我了 难道是我的能力增强了 他是冰夕异能者 身体怎么会热呢 自从觉醒了异能 他的体温就比常人要低 他看着我 神态自然地开玩笑 我的体温可能要比他的高 要试试吗 我严肃思考了一秒 好 我起身直直走向许慎身旁 他整个人像是愣住了的 一点不见往日的游刃有余 像个提线木偶一样 任我摆布 我一拉他的手 他就站了起来 我趁机还住他的腰 细细感受 公正点评 嗯 确实要比江崎安温度要高一点 这种感觉实在让我眷恋 既然找到一个温暖的玩偶 当然是要多抱会儿了 就是他的身体有些僵硬 抱着不太舒服 我正沉醉在温柔乡 耳边响起了熟悉的清冷嗓音 姜暖 训练结束了 我来接你回家 因为我的脸埋在许慎胸口 整个人说话闷闷的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 冲许慎摆了摆手 临出门 我突然想起什么 扭头对许慎正色道 谢谢你 让我体验到了不一样的感觉 我察觉到身边的江崎安气压很低 异能都要压制不住 周身泛着冷气 但这关我什么事 他在我这里已经不是特殊的那个了 当天晚上 再次被江崎安搂在怀里的时候 我脑袋里想的都是许慎 虽然我这个行为在人类世界好像叫渣女 但这样我会很快乐 我会对每一个人都很公平 如果出现一个比许慎更好的 我也会毫不犹豫放弃他 最近基地来了两个 我不是很想见到的人 才18岁 一能就高达八级的少年 压着一个面无表情的丧尸王 投靠基地 看到除了皮肤颜色跟人类几乎一模一样的丧尸王 整个基地都笼罩着压抑不安的气氛 他们没有想到丧尸竟然能进化到这种境地 人类如果发现一个物种 与人类有着极相似的地方就会引发恐怖股效应 他们两个都被关押在了基地外的帐篷 夜色深浓 整个基地一片寂静 我身姿灵巧地穿梭 躲过巡游的守卫 闪身进了帐篷 姐姐你来了 少年的眼睛圆润明亮 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 意气风发 我眉心猝了猝 没有想起眼前陌生的少年是谁 你闭嘴 他是我姐姐 我看向开口说话的他 冷着脸询问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说不用管我吗 我的话也不听了吗 您说去人类基地晚两天 现在已经 他的话在我面无表情的注视下 慢慢消声 他合了合眼睛 强人酸色 沙哑的嗓音 带着不易察觉的轻颤 我只是想你了 我表情松懈下来 挑眉一笑 说真话的孩子才可爱 一直被我冷落在 一边的人类少年 委屈地用狗狗眼看着我 姐姐不记得我了吗 眼前的人 与记忆中的模糊身影 逐渐重叠 当时他也是用这副表情 说要撕我衣服的 记得 你是我治疗过的小丧尸 拨开阴云见日光 少年笑得灿烂 对 被您治疗后 我显示进化成 有智慧的高阶丧尸 我当时以为 就会到此为止 但我却还在不停进化 现在我已经 重新变成人类了 还有了异能 说着 他抬起手 展示般地催动异能 一个小小的花朵 从他的指尖生长 不过瞬息见 白色的花苞 便疏展开柔嫩脆弱的花瓣 少年红着脸 送给您 看我没有拒绝 他大着胆子 将花别到了我的耳边 你们两个 如果想在这里待着 就不要惹什么事 等我厌烦了 人类生活 就会来找你们 说完我走出帐篷 身子灵敏地融入夜色 我动作极轻地 钻回江启安怀里 我不知道的是 在我入睡后 被我遗忘在 并边的娇嫩花朵 瞬间冻得僵直 裂成细小的碎片 在空气中化为水雾消散 他轻轻吻了吻我的耳垂 眼神冰冷疯狂 这次 又是谁 我随意地 坐在基地领导人的办公室 没有一点紧张恐惧 甚至觉得有些好笑 从我到基地 以来的一个多月 基地被感染者近乎为零 哪怕人们都有所察觉 但他们 都默契地没有点名 只是看我的眼神 愈发感激前程 但领导人不是傻子 江南小姐 我们合作吧 我冷笑 您所指的合作 是拿我做实验吗 他耸了耸肩 壮死无辜 小姐这是哪里话 只是配合研发而已 江小姐不想让世界 恢复原样吗 丧尸每天都在进化 看看现在被监管 在基地外的丧尸王 他已经和人类 没什么两样了 甚至比我们更聪明 更强大 江队长每天 在这种环境下出任务 他自以为能拿捏我的样子 让我嗤之以鼻 你可能误会什么了 江其安对我来说 与别人没有什么特殊的 他的笑脸再也挂不住了 江在脸上 眼中闪过一抹 决绝狠力的寒光 我笑得更灿烂 向着开放式的阳台走去 你不会觉得 上锁的门 能够关注我吧 不过 我话音一转 我此时整个人 已经坐在阳台雕花的 大理石围栏上 微冷的秋风 将我的长发卷起 我同意合作 我纵身一跃 从高空坠落 稳稳地落在地面 我躺在病床上 看着满不争孔的手臂 有些懊悔 其实血液 从血管抽离的感觉很奇妙 就是有点疼 看着旁边身着白挂 面带口罩 垂眸沉默的男人 许慎 今天也要轻一点哦 他依旧沉默 嗯 没想到许慎藏得这么深 他本来是基地研究疫苗的博士 但研究长期没有进展 消耗资源巨大 便被领导人叫停了 如今 为了我重启实验 我也算是帮许慎再就业了 经数日不间断地抽血 我的唇色苍白 白皙的皮肤近乎透明 后来又在实验室 待了多久我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江琪安来找我了 他眼睛通红得有些可怕 比我们一起 养的那只兔子的眼睛还要红 你们那天谈话时 我就在暗处 刘琪想要看我怎么选 他想知道 我是会为了你背叛整个基地 还是放弃你 拯救全人类 我合了合眼 浑身没有力气 没有来的觉得心脏难受 可能是实验导致的副作用吧 我心想 看来我们的大英雄 选择放弃我 拯救全人类了 我捶着眼瞼不去看他 不 他声音有些哽咽 像是压抑着磅礴到自己 都无法控制的感情 我选择听你的 我微微一愣 惊笑着用力抬起手 他顺从地低下头 真怪 对我用尽全身的力气 勾住他的脖子 将他拉了下来 冰冷苍白的唇印在他的嘴角 乖孩子是有奖励的 才劝走将其安眉多久 门外便传来震耳欲聋的吵闹声 许慎 你让我进去 小暖他到底怎么了 我是代表全基地来的 你不让我进去一会儿 整个基地的人可就硬闯了 好像是食堂的赵大妈 许慎和其他研究人员 不敢用力阻拦 怕伤到人 因此没多久 赵大妈就趁机溜了进来 小暖 大妈来看你 他剩下的话梗在喉咙里 颤抖着肩膀 眼泪顺着他遍布皱纹的脸 大滴大滴滑落 我开玩笑 别哭 赵大妈 哭起来显老 现在我是真的要死了 能不手抖 多给我几块肉吃吗 你 你跟大妈走 出去 出去大妈把所有肉都给你吃 啊 都给我吃 那街角的小孩们 就没得吃了呀 赵大妈是出了名的手抖 但基地没有一个人责怪他 因为他们都知道 抖下来的饭菜 是那些穷苦孩子一天的伙食 赵大妈还想说什么 被我制止了 我好累哦 要休息了 等赵大妈走后 我又把许慎叫了进来 我是真的没力气了 本就虚弱 今天还见了这么多人 分了那么多心力 我开门见山的轻声问道 实验快成功了吧 嗯 你还记得 现在还被关在基地外的那个丧尸王吗 实验成功后 先把他变成人类 再告诉他我去世的消息 我轻笑 眉眼弯弯 不然我怕他发疯 把基地拆了 许慎嗓音沙哑 你认识他吗 他是我的弟弟 我好像快死了 我隐隐有所感应 我是漠视的开端 世界上的第一只丧尸 摩世的来临 不是因为病毒 也不是因为变异 更像是上天降下的一道考验 一场责难 我一开始本以为 我可能是人类 因为我有着跟人类一样的肤色 一样的红色血液 我甚至还有心跳 说不定 我只是异能比较厉害而已呢 但我不是 我强韧的身体素质 过分敏锐灵活的身体 无法共情的冷漠情绪 还有我不可再生的血液 都在提醒我 我是只冰冷可怕的怪物 但是怪物也想为他喜欢 也喜欢他的人们 做些什么 于是他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被他垂帘的人们 将踏着他的血迹 走向明亮辉煌的未来 漠视与我而言 与平时并无差别 有些人憎恨漠视 是因为漠视前 他们生活美满 前途坦荡 漠视摧毁了他们 本该灿烂的未来 漠视前 我的人生就是灰暗的 直到我遇见了他 他的治疗 就像是一道 劈开阴霾的光刃 让我的心灵不再被仇恨蒙蔽 回忆起了童年里 难得的绚烂时光 母亲争鸣着 掐死兔子的扭曲脸庞 被幼时温柔 换我回家吃饭的笑颜取代 父亲落在我和母亲身上的重拳 被幼时宽广温暖的后背取代 他唤醒了我对美好的憧憬 对生的渴望 我知道他读取了我的记忆 但他不知道的是 我作为他的第一个治疗对象 也能读取他的心之所想 所以 笨蛋 你猜错了 不是被你治疗过的人 都会强制爱上你 而是被你治疗过的人 都会被唤醒善的本性 情不自禁被你吸引 然后爱上你 就像我一样